大家好,我是瘋 我們今天繼續來無盡挑戰囉 上一集我們做了這個凋零骷髏塔 那我有找到原因了 原因在這邊就是說我們原本 這邊是預留高度7格的空間 這邊我挖開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原本有預留一個高度 那後來我把上面填起來 就是因為有機率 還蠻大機率的這個凋零骷髏在生成的時候 生成在比較高的位置 那再摔下來就會自動扣血 所以才會這樣 導致說這個凋零骷髏掉下來都會扣血 這個時候我們改完了 我們已經改好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其實就不會了 其實如果這個時候我有試過 它在高度的地方 在最下面也是不會摔 也是OK的 它會是半滴血 我們原本是高一格嘛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因為已經 就沒有問題了 而且它其實 不管怎麼 就是敲它 都可以輕鬆取得 那它有掉落物在這邊 我有把很多掉落物 都放在垃圾桶 都把它丟掉 那好 那今天我們要解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在這種類型的刷怪塔 可能我們 可能我們需要的東西 可能物品有這些 那還有很多不需要的 我們今天呢 就把 所有不需要的物品 用一個特殊的系統把它收集起來 就是我們的電腦系統囉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電腦系統先做出來 之後把所有不能丟到這個EMC裡面的物品 通通丟到那個電腦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去收納我們身上所有的東西囉 那我們開始囉 首先呢 我們要先解決電的問題喔 我們找到一個電 呃 這個需要吃電 再來是 先做出一個電腦核心喔 電腦核心在 這邊 這不是 電腦核心是哪一個呢 是這個 這個這個 呃 我先看一下 這個東西 來 欸 這個 它需要燒一下 呃 我們的電爐在 這邊 這個 欸 欸 欸 它不能燒嗎 我看一下 喔 還要合成這個 呵呵呵呵 好來來來 先合成 這個 然後 再給它燒 然後再把它 哇這個很貴 一顆就像那一顆鑽石耶 然後這應該要做一下 欸 欸 看一下 呃 這是什麼 石英附鐵 石英附鐵 欸這個 我第一次做 這個我第一次做 框架有了 好 那 這是中樞 也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電腦系統的電腦核心喔 那 電腦核心我們放在 因為這個地方之後會改建啦 應該會改建 我們先放這邊 然後呢 它需要吃電 它需要吃電 我們就給它電 好 它就有電了喔 那有電之後呢 我們先做 最基本的 我們要做 硬碟櫃 這邊呢 有它的硬碟櫃在這邊 硬碟櫃這邊 硬碟櫃這邊 呃 我覺得我們先拿一個 硬碟櫃 放這好了 這樣 它只要香菱應該就可以了 好 再來我們開始做這個 儲存空間喔 這個1K儲存空間 這個東西怎麼做 先做這個 外殼 呃 再做這個1K儲存部件 然後 4K的儲存 欸 哇這個要燒一下 來 這個要燒一下 儲存 未燒入 基本處理器 這個 燒入一下 然後這個 呃 4K 欸 為什麼還沒有 欸 欸 我不是燒了嗎 欸 在這邊 OK 4K有了 再來是 這個是什麼 進階處理器喔 好 進階處理器 燒一下 它其實原理都很像啊 就是它一接一接一直做上去 好 來 這個4K 欸不對 這是16K的 那這個 這應該是鑽石的 對 鑽石的 來 其實它材料 沒有很複雜啊 我覺得還OK 沒有很複雜 好 64K 我們先做到這邊 然後 再來齁 我們要再做 先做更高級的 我們直接把我們的硬碟做到 比較高級的 這有256K的 有沒有 這有256K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1024K的 這邊還有一個4096K的 如果你對這個幾K 有點理解困難 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覺得 數字越大就存越多 數字越大就存越多 好 所以我們已經做到最高的 16384K 下面這個流體我們就先不做 我們就直接做最高最高的這個 16384K硬碟 有沒有看到 好 那我們先 一個硬碟櫃有1234 有8顆 那我們就拿8顆 1345678 8顆 也就是我現在目前呢 這個系統可以儲存 1億3千 107萬2千 這樣 好 1億嘛 1億3千 100萬 然後7萬2千 好 再來就是我們要做它可以讀取的窗格 我們要做讀取的窗格應該是有一個叫做這個 面板 好 我們先做面板 面板應該是不能合成 面板不能合成 結構核心 還有這個 結構 這個好像喔 跟那個電腦系統AE2很像 一個是 一個叫做合成 破壞核心嘛 一個叫成型核心是不是 好 面板 面板放上去 我們就放在 這邊下面放面板 等一下上面放合成這樣 那這邊開始可以放東西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可以放進去 你看喔 這邊有寫 有沒有 所以我現在目前呢 家裡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東西 這樣拿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好 我的想法是 我們直接 先直接做它這個 我記得它有無限的 等一下 剛剛東西掉地上 我記得它有那個無限的系統 就是說有點像是 無限的面板 可以在一定的距離內 然後它可以放東西進去 我們先做這個 無限面板 我記得我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更好的對不對 無限合成終端 我們來做這個無限合成 就是 遠端也可以合成 這樣可以做嗎 插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怎麼做 好 做一個 好 然後 它會充電是因為我 這家裡有放無限充電區 所以它直接滿了 再來是它需要有個接收器 這個接收器要先做這個 無限的 這個 先做一個這個 無限的 天線 然後要先做這個管線 這個管線其實隨便接都可以 我們就接在 先接這 好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 唉唷 對不起 我們把無限天線接上去 像這樣 它一定範圍就接收到 我們再把這個拿來跟它做匹配 這邊做匹配 匹配完之後 就可以打開了 它有多遠 它這邊有寫它只能16個方格 我記得有一個是可以增加距離的擴充套件 我找一下 應該是增加距離的擴充套件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不對 來我們合成一下 這個 這個範圍升級 我記得它有一個上限值 只能擺48個元 我看看還有沒有更高級的 這是什麼 高階處理器 無限面板 安全卡 系 看起來 無限的部分 好像 好像是這些而已 對不對 沒有在可以擴充的 好像沒有可以再擴充的 好 沒關係 我覺得呢 至少還能 我們先回去睡覺 至少 在我們家裡這麼遠的距離是沒有問題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把家裡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直接拿走了 怎麼樣 我全部都可以放進去了 那等到我們快存滿的時候 我們只要再補充我們的硬碟容量就可以了 就沒有問題了 之後再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去 讓我們針對電腦裡面的存取 能夠更方便一點 至少 我們在現在 要放東西進去是非常方便 那如果要放EMC的東西 我覺得就先放這裡面 沒有問題 這不能用的EMC 就是它沒有EMC的部分 我們再通通放到電腦裡面就好了 像這樣 有沒有 很方便 非常方便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容量用多少 其實很少 非常好 它下面有個多少%滿 就表示說你已經用了多少% 結果發現是0% 因為太少 太少了 因為1億多跟6千多實在是太少 如果 Refine Storage的話 它是實際上真的是 有多少的容量 就去儲存多少的格子 這樣 比如說現在是6912 我們看看是不是放進去 是不是再加64 對 對 你看 6912再加64就是6976 所以沒有錯 所以它 如果是以儲存空間的節省來說的話 其實 這一套電腦系統 我是蠻喜歡的 之後我們會再看看這個電腦系統 能夠幫我們做一些其他什麼事 跟它還能完成什麼樣的東西 跟有趣的玩法囉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加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